可以請你幫我確認一下手機有訊號嗎 等一下請你真的打電話出去 你先生外遇你會打給誰 喂佳蓁你在忙嗎 我哪裡不夠好為什麼她這樣對我 你出櫃家人不諒解你會打給誰 妹妹 我剛剛跟她出櫃了 你被老闆罵的時候會想打給誰 喂老婆啊 我真的不知道要找誰 講了他們也不一定不一定懂 他們不懂啊 我不想讓他們以為我在推責任 我就是想要趕快找大姐 不是因為大姐自己也中風了 萬一她一緊張她又中風了 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爸爸失智嘛 現在是中度了 現在她那個大小便已經都要人家協助了 我們被爸爸誤解說她的存款有問題 她我們跟她偷錢 我都自己花我的錢來養我們家人 你還誤解我 偷你的錢 所以其實我是很委屈的 那我只能在我的門背裡面偷偷地哭啊 我不能給我媽媽知道 我媽媽知道的話 因為我很難過 就是我媽媽也是非常有個性 脾氣也不好 就是我在身邊嘛 她就是會罵我 然後我有一天晚上 我真的我自己都嚇一大跳 我進來想打她 差一點就想要拿衣架打她 可是我腦海裡閃過這樣的時候 我趕快跑出去 那如果有一群人等你在上是嗎 你願不願意打這支電話 我願意試試看 我覺得我會需要這支電話 就打電話吧 你身邊是否也有家庭照顧者 人生被照顧卡住了 他們因此憂鬱悲傷絕望 他們可能是你的親友 或是你本人 哪天你需要找人聊聊 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會在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現在採訪者關懷 你不願意訪得會有信 你以為她的這一段 你應該把忌廟 寧寧想過 等一下 五件事情 半天 半天 兩件事情 感谢观看